嗨 大家好 我是Mae 歡迎來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大家最近過得好嗎? 今天的影片呢 Mae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的生活狀況 因為你們也知道前陣子Mae的飲食 算是比較客製一點 那在搭配訓練的效果下 身形有變得比較精實喔 那因為最近呢就是 你知道人有時候就是需要放鬆的 所以就是會比較想要吃自己喜歡吃的食物 所以最近的飲食比較隨意一點 可是我在潛意識中又會選擇營養素比較好 就可以讓自己吃得很開心的美味療癒食物 想要吃美食又想要維持體態的這個balance 要怎麼拿捏呢? 所以今天的影片啊就是會走一個比較chill的vlog 紀錄一下Mae私下的生活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就跟著我看下去囉 這個是我最近上網訂的大約翰的扎亮麵包 然後我已經吃了一半 身為玉控的我選擇的是他們的芋頭優格口味 裡面是滿滿的芋頭以及優格餡料 這個我是在大創百貨買的 49塊的我覺得蠻棒的 就是放進電池之後開開關就可以用了 接著我會把燕麥奶或者是牛奶半杯打成奶泡狀 加入一杯濃縮咖啡以及打發好的奶泡 最後灑上一點肉桂粉 開箱開箱 開箱一下今天的蛋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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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開始吃看inkaik levar 是x give DISAS 感覺是辛勺食料不會太過甜膩 令人一口接一口停不下來呀 今天的蛋煮的非常的剛好 真是令人感動 接下來呢 來回應最近很常收到的問題 也就是居家訓練 到底有沒有助於增肌減脂的效果呢 以目前妹的訓練狀況而言 除了我最近很愛的瑜伽伸展之外 我還是盡量的去維持 我以往會做的多關節運動 比如說像是啞鈴的深蹲、硬舉 引體向上 還有最近在練的三頭撐體 那額外的時間呢 我會多做一些高強度HIT 跟一些有時候會做一些快走跟跑步 等等的有氧運動 所以很多朋友就會問說 妹你平常都做這些負重訓練 那你在Youtube影片所教的居家跟著做 也可以幫助大家去達到增肌減脂的效果嗎 我的答案是YES 特別如果你是健身新手 你還沒有正式踏入健身房 你的體能跟核心都還沒有很上軌道的話 我很自信的說 就是我的居家跟著做的影片 每一支都是經過精心的設計與安排 我所謂的精心設計與安排呢 就是我是會私底下自己去練習這些動作 知道說什麼樣子的動作組合 是可以一直針對同一個肌群去做刺激 所以你會發現就是我的很多運動 都不是只是在消耗熱量而已 很多結合全身性的肌力啊 透過一些比較減少休息時間的動作組合 然後去增加像是離心收縮 就是離心收縮對於增長肌肉是非常有效的 進階的朋友練下來 你都會覺得說 哇 肌肉真的非常的有感 甚至不會輸在健身房的訓練 如果你問我說居家訓練是否真的有效 我會說第一個要看你是什麼樣子的狀態 如果你是一個健身新手 就是你的肌肉量還很低 那絕對答案是yes的 就是如果你有好好的做這些居家的獨立訓練 一週大概三到四次的頻率 短短可能兩個月到三個月 你的體態啊 或者是肌肉量一定都會比以往有所成長 可是如果你已經是升級到比較進階的朋友 甚至是你已經習慣這樣的強度的話 你就要去遵守 progressive overload 漸進式負荷的原則 就是當你的肌肉習慣一定能強度之後 他一定要去接受更多的刺激 比如說更多的重量 還有阻力更多的次數 或者是減短休息時間也好 都是增加強度 給肌肉一個新的刺激跟成長的一個機會 那如果你還是在維持一樣的重量跟阻力的話 你的肌肉量就會很難以突破 建議你們可以多加上阻力帶 或者是多去增加啞鈴負重 才可以讓肌肉獲得在更上一層樓的一個增長 那我個人還蠻推薦大家使用女力APP 因為外面一堂教練課 大概都要一千多塊 就是一千五百塊上下 對小支組比較難附和 那女力APP主要是結合四個女性的教練 就是我是其中一個 每個教練呢 去提供自己居家跟健身房的課表 那這些課表呢 有些是比較初階 有些是比較短時間 四周到八周的 你也可以選擇訓練的頻率 然後每個動作都有語音示範 所以如果你真的對健身動作很不熟悉的話 我相信大家使用這個APP 也會覺得非常的容易上手 跟可以很好的去幫助你 去達成你想要的目標 提到居家運動到底有沒有效 我覺得這個也要回歸到說 對你而言 什麼叫做有效的 如果你覺得有效 是指減輕體重這樣子的一個有效 那我會說你甚至不用運動 其實你只要控管自己的嘴巴 做好飲食控制 你就可以達到減輕體重的效果 可是如果你指的有效 是指強健體力去增加體能的話 我會說絕對是YES的 只要你隨時隨地 你每一天花一點時間 做一點主力訓練 都可以達到增加體能 甚至讓你的體態達到更好的一個效果 這個是我最近在網路上買 我覺得很好吃的蒟蒻麵 超推 然後這個是我一直以來都很喜歡的 舒肥雞胸的廠商 然後他們有出四川風的釣魚片 讚 午餐的話 我利用家裡剩餘的綠咖哩 再加上番茄以及櫛瓜塊 小火燉煮 這一包的熱量超低 大概才22大卡 通常一次就是吃一半的熱量 熱量更低 碳水也很低 燉好的綠咖哩 加入半包的蒟蒻麵 拌勻之後 接著加入鯛魚片 以及半熟蛋 最後撒上一點蔥花 氣味粉 以及辣油 美味 低熱量 高蛋白質 低糖的午餐完成啦 吃蒟蒻麵可以營造出 像麵條的口感 但是它的碳水的含量 跟熱量 都比一般的麵條 還要低很多 這樣一包的釣魚片 大概有30克的蛋白質 再加上一顆蛋 以及綠咖哩醬 剩下的雞肉 這樣子一份 大約400大卡的熱量 卻有高達40克的蛋白質 吃完午餐之後 來醃製晚餐要吃的雞胸肉 首先我會把雞胸先切成柳狀 我最近在聊天 優格跟芥末 芥末子 兩匙 均勻的撒上一點鹽巴之後 加入無糖優格兩匙 黃芥末一匙 芥末子一小時 白禮香 適量 拌勻之後 可以加上一點黑胡椒 檸檸檬汁 並噴上一點橄欖油 冷藏醃製數小時 接著想要跟大家分享 我最近很喜歡的 夏日風萊姆慶良飲 先加入四分之一的檸檬汁 最近台灣的芒果好吃到令人欲罷不能啊 把剩下的芒果切成小丁狀 在杯中 加入檸檬汁 半杯的水 以及喜歡的氣泡飲 最後加入幾顆冰塊 以及乾燥的果乾 完成 這個不是你可以喝的 清涼的飲品做完之後 我會搭配喜歡的點心 例如無糖的滷肉餅乾 或者是一把開心果 享受一個人寧靜的午後時光 過了 下午飯 下午飯 晚餐的部分 將醃好的雞肉放在烤盤 180度約烘烤20分鐘 在碗中先打入三到四顆蛋 加一點鹽巴 調味打勻 平底鍋開中火 將墨西哥餅皮兩面加熱至烹起 接著倒入蛋液 拌炒一下之後 加入一點起司 等待至融化成起 我取出康福先生的毛豆梨麥 微波加熱就可以吃囉 裡面有滿滿的毛豆梨麥 以及甜玉米 將小黃瓜切塊 與韓式泡菜拌一拌 所有的配料都完成了 把自製的優格凝香烤雞切塊 在品皮中加入誘人的起司蛋 加入一點梨麥 泡菜 美味的晚餐 準備好囉 享受營養素加清爽又飽足的 墨西哥風捲餅 身為嗜辣者妹 怎麼可能忘記加塔巴斯科呢 捲餅之外 今天哥哥炒了一大盤的松阪豬和粉 加一點黑醋 超級好吃 我刻意多成了一些肉啊菜 搭配小碗的麵食 既可以享受到好吃的麵條 又不會太有罪惡感喔 吃完晚餐之後 妹通常需要來一點甜食 才能滿足我的胃 今天吃的是FITYO的低塔冰淇淋的經典香草口味 加入冷凍藍莓 以及剝碎的喬拉燕麥 是我很喜歡吃的燕麥片 最後淋上我在iherb買的低熱量楓糖漿 以及烘烤的肉桂風味椰子片 這米就開 美味減少負擔的宵夜點心完成囉 超喜歡多層次的口感 酸甜的藍莓配上酥脆的燕麥 以及經典的香草冰淇淋 在一天的結尾 以這杯美好的冰淇淋作為收尾 實在是太幸福了 總結而言呢 今天的早餐雖然吃了芋頭麵包 晚餐吃了小碗的河粉 宵夜的部分甚至吃了點心 但整體而言因為有控制份量 所以熱量也算是在合理的範圍內 蛋白質也有達到將近我的體重兩倍的蛋白質量喔 這集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希望你喜歡這次的分享 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這種生活式的VILA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喔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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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走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